那今天有什么心愿呢 谁来说 你来说吧 你来说 来 你也灵活一点 你能自己下来吗 定可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就是 给我媳妇补办一场婚礼 嗯 来 请回 能上去吗 可以 你们俩还 对 疼 还有 在 疫情 可以 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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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看他出门嘛 因为出门不方便 还得打车 我给他买个电动车 没事扫扫地 干点我能干的事呗 就为了讨好 我母亲 我母亲就是同意 我懒得婚姻 这马屁有用吗 这管事 他是真胸口了 还是不作声呢 现在就是 已经就是7%了 这次呢 我就是 让总录完的电视台节目 等回去 让我母亲看到了 我母亲同意 不对啊 他要是真松口了 今天应该来呀 这个 他来了没有 没有 因为这个 我母亲在家照顾小孩的 我说 他妈妈 是他妈妈 他妈妈别忘了 照顾小孩的 所以就没来 这次我也征服他意见了 我说你来吗 他说 你就不来了 他在家 因为我家是东北的 路途也遥远 他就想着 就没过来 那你觉得 还有2% 30%是啥呢 我现在 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给我媳妇一个 就是结婚那会儿 婚礼我什么都没办 现在正式求过婚 我想 先跟我媳妇求约婚 等我求完婚了 等我回去 我丈母娘看这视频 正式同意完俩了 我在用 霸台大叫 娶我媳妇 进门 哟 瞧把你能的 毕竟这个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 一生中一人也只能办一次 你这不是假吗假是吗 表面上说 哎呀 只要那2% 30%都没同意 我这婚不能结 我还得先求 你人都造出来了 这个 我告诉你 你张梦强那口气就呕在这儿了 也许吧 但是我会尽量用我的笑信 用我的行动 来一点点的 让我母亲原谅我俩 你 我会尽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